恭喜你! 這就是一場網路詐騙 我就說一句 你如果再繼續講下去 我會有點不舒服 我有能力那又如何 你又不了解 我們四個方法教你們如何 一眼看穿騙局 三天內他可以叫你寶貝 他也可以叫很多女生寶貝 對吧 每天有一個人在你那邊早安晚安 送你話啊 關心你的生活啊 他說因為女人好騙啊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Tania 相信大家都知道 近年來交友軟體越來越盛行 隨著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交友軟體 利用交友軟體來進行詐騙的人 就越來越多 所謂的網路詐騙 殺豬盤這種東西 在交友軟體上面 已經見怪不怪 那我自己使用交友軟體的時間 也已經一年多了 遇到網路詐騙 殺豬盤這種東西 也不下二十個了 首先我會講解一下 殺豬盤 還有在交友軟體上面 進行詐騙的這些人 他們的慣用手法 再會告訴你們四個點是 只要你們遇到的這一個人 他權重了 直接把他刮出來刪掉 在影片的最後 我會跟你們分享 我最近真的是 上個禮拜才熱騰騰 發生的一個殺豬盤的經歷 最後我會公佈 我直接說破這個片子 他給我的反應是什麼 他其實人蠻好的 還跟我聊了一下 跟他聊一下之後 我很驚訝的發現 原來他們也有自己的一個生活 他們也是有工作的 那先來講一下 殺豬盤他們的慣用手法是什麼 首先殺豬盤這個詞 其實就是利用 不正當的手法 進行詐騙 不管是 騙錢還是騙色 透過交友軟體騙人的這些片子 他們的目的一般來說 全部都是為了 要騙錢 那剛開始他們跟你聊的時候 會非常的正常 他們會介紹一下自己的名字 就跟一般的網路交友一樣 就是你會想要了解一下對方啊 然後說一下自己的狀況 說一下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關於這個部分 他們都是就是照著那個正常的程序在走的 大部分使用交友軟體的 都是單身的男性或者是女性 我們先排除一下 那有一些 想要滿足生理需求的朋友 一般來說 大部分的都是要就是找另外一半 那這些片子呢 他們就會利用這一點 剛開始就跟你聊家庭啊 聊過去的愛情未來啊 聊興趣 聊專長 聊工作 然後他會試著去瞭解你 你以為他是在 瞭解你這個人嗎 不是 他只想知道你有沒有錢 真的就是很近 跟你聊差不多之後呢 每天就會早安晚安 比如說我聽過 他們會直接寄一束話到你家 對他們來說 這個就是一個投資 就他覺得你有潛力 他才會多花一點錢做這件事情 等你感覺已經依賴他的時候呢 他就會要你跟他一起投資啊 然後就說想要帶你賺點錢啊 如果你願意投第一次的話 他們會透過假的投資平台 在背後操作讓你第一筆錢 是有賺錢的 然後之後呢 他就會利用他跟你的這一層 若有肆無的感情 讓你投資更多 只要你上當第二次第三次呢 你很快你就會發現這個人不見 你的錢也不見了哦 基本上就是他們慣用的手法 還有他們的目的 接下來要教你們四個方法 教你們如何 一眼看穿騙局 只要你在聊天的這一個人 符合了這四樣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他刪掉 你不用幫他找藉口 這就是一場殺豬牌 你就是那隻豬 前面兩個點 不太一定 如果你中了的話 你就可以在旁邊打一個小問號 第一個 是遠距離 我說的遠距離不代表說 一定要就是在世界的兩端 你有可能比如說在同一個國家 但是不同的城市 但他卻似乎完全沒有要 見你的意思 不管距離多遠 只要是遠距的一個狀況 你都可以在他旁邊打一個小問號 為什麼只是一個小問號 因為很多人確實也 透過交友軟體在談遠距離戀愛 那這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我們以一般民眾來說 會想要還有願意談遠距離戀愛的 其實沒有那麼多 所以當他符合這一點的時候 你先打一個小問號 再來第二點 如果他在認識你的前三天以內 就在寶貝寶貝的叫 寶貝啊 baby啊 什麼小公主 小仙女啊 這種親密的用詞 在三天以內 他就一直對你不停的講 你覺得這是一個認真的人嗎 這只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個是 他是一個渣男 那我們為什麼要跟渣男聊天 我們是想要談戀愛 甚至是想要結婚的人 為什麼我們要浪費時間跟一個渣男聊天 三天內他可以叫你寶貝 他也可以叫很多女生寶貝 對吧 所以這種呢 拜拜 那第二種可能就是 他是個騙子 正常人的思維想一下 不管你是一個男生還是女生 你想要以一個正常的方式 瞭解一個人 你會在三天內就叫他 老公啊 老婆嗎 不會 絕對不會 所以當你發現這一個人 在三天以內 就開始叫一些很親密的稱呼的時候 麻煩在旁邊打一個 中型問號 記得不要投入太多感情 因為不管是渣男還是騙子 都不值得你投入這些感情 第三個點 需要打大問號的時候 來了 他會不時的透露一些投資的相關訊息 不管他是表現自己是多麼棒的成功人士 或者是 中小型企業 他說他自己是一個小公司的老闆 或者是一個工程師 但不管他做什麼工作 他們一定會在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突然就說 他可能要去忙一下 他可能要去看盤 他可能要去盯盤 他可能要去做一些交易合約 在每天同一個時間 他都會跟你說 寶貝 我要去看一下這交易合約 我要賺一些錢 順序不一定啦 有些會先傳 有些會後傳 但他一定會傳一個截圖 就是說他那一天的交易賺了多少錢 但你要知道 不管他賺了多少錢 但都是假的 到了這一步之後 你如果沒有給他一點回應的話 他剛開始還不會說什麼 但是他每一天都會提到一下 只要他提到他投資相關的東西 請你就在他旁邊打一個 然後如果你已經有小問號 中問號大問號 你還是覺得 但他會不會就是這樣 如果你到這一步你已經投入感情嗎 你絕對會為他找很多藉口 女人就是這樣子 我們都已經說好 我們以後要怎麼樣 我們之後見面要怎麼樣 拜託 他只是在給你畫一個大餅 騙子最會做的就是給你畫一個大餅 他幫你畫好大餅 然後你就一直一直向往的那樣的生活 一直想像 一直想像 每天有一個人跟你在那邊早安晚安 送你話 關心你的生活 你當然會有一點暈船 那你暈船就一定會把人家找藉口 男人女人都一樣 愛上就是這樣 愛就比較殘疲 但如果你已經累積了這三個問號 你還是在為他找藉口 第四個點 拯救你 只要他符合了第四個點 我可以現在跟你說 百分之一百 他就是個騙子 沒有任何一點點可能性 他不是了 第四個點 一週為他們的節點 因為對他們來說 投資回報率很重要嘛 好像就是男女朋友一樣 那他是不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很多精力 一個禮拜第七天到 他前面一定有跟你提過 投資理財相關的東西 到第七天呢 他會提最後一次 而且他這次會放很糟 他可能會突然消失 然後你就覺得 我們天天聊天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你突然就不見了 你就會問他 然後他就說 哦 因為我覺得你沒有想要了解我 或是因為你前面一定是有 稍微委婉的拒絕過 想要跟他一起投資這件事情 如果你還是拒絕 不管你是什麼理由 他都會說 你不相信我嗎 我覺得你不相信 感情就應該建立在信任上面 如果你都不相信我了 那我覺得我們也沒必要再多聊 這就是一個慣用手法 一週就是他們的節點 請你們接下來玩 教偶然體的時候 認真看看有沒有符合這四個點 其實前三點就夠了 因為你到第四個點 他基本上就是在強迫你跟他一起投資了 你如果拒絕的話 那他就拜拜 他也不想浪費時間 那如果不拒絕的話 你就會被騙錢 最後他也是拜拜 然後你的錢也沒了 當你聊的這一個人 不管聊得再好 只要他符合了以上四點 恭喜你 這就是一場網路詐騙 好那我現在想要分享一下 我最近真的是就前幾天才剛結束 到了節點的一個故事 這一個聊起來 完全沒有那種他要 他很像一直在push的感覺 所以我剛開始真的覺得 好像是個正常人耶 好像不是殺豬盤喔 算是小遠距離 就是也是都是在加拿大 但是是在不同的省 講起他工作 講起他家人 講起他愛情 都很正常 他也沒有在前三天叫什麼寶貝什麼的 大概是第六天的時候才開始 叫一些這些東西 所以你看他第一個 他雖然小問號有了 但他第二個就沒有符合 第三個點 他符合了 但是他是在很後面才符合 他大概是第 也是差不多第五天的時候 他平常是晚上大概七八點的時候 就會說他要去 做一些合約交易啊什麼 但是他從來沒有 要我跟他一起做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還行喔 但是因為有提到投資這個東西 我就自己會有一個 小小的一個黃燈在閃的嘛 如果再提多一點就會變紅燈 不過我心裡就在想說 欸那第七天要到了 節點要來了 那我們大概第六天的時候 我們有講一通電話 他跟前面二十幾個 唯一不同的是 他聊的是比特幣 現在這些片子也是很聰明耶 他很懂得要更新一下那個資訊 從去年開始 比特幣的幣值不是一直往上飆嗎 所以這些片子 他們也懂得更新 然後去了解了 他當時在電話裡面就說 欸那我 我對這個會不會有興趣啊 然後我就說 嗯我對這個比較沒有興趣 我對可能其他投資會比較有興趣一點點 他好像要多說什麼的時候 我就說一句 你如果再繼續講下去 我會有點不舒服 然後他就也沒逼我 就直接就不說這個東西 然後講其他的 那這個就是高端了 我會給他拍拍手 一般的殺豬盤 他們還是會給你多講幾句 不然就是他停下來之後 也不會聊其他 他會顯得有一點不開心 然後就這通電話關掉之後 他再來說 他覺得你怎麼樣怎麼樣 聊到第10天 他突然就有不回 但是他有讀 然後我就想說 嗯 應該是 因為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 因為這個人 他有提到投資相關的東西 他已經符合第三項 第二項雖然來的比較晚 但是他也符合了 所以他一二三點 大問號中問號小問號都有了 剛才已經95%知道說 他就是個殺豬盤 他前面的最後一句是說 我有能力那又如何 你又不了解 他講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了 然後我知道的時候 我就直接說 我去忙了 記得洗澡哦 別拖 一般來說 他這10天來都一定會回 哦好晚安什麼東西的 然後呢隔天我就說 如果你不想聊了 可以直接說不用這樣 開始忙了也沒交代一下 這時候就是你在配合這一齣戲了 反正你想騙我呢 我也可以騙你一下 然後他就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和你交流啦 我在你身上找不到 我想要的那種成就感 嘖 我就說 好勒 那我們就到這裡吧 然後加一個那個 wink 的那個臉 然後我就說 對了 建議你別再走歪路了 這種騙人手法吃早會有報應的 我其實沒差 反正才聊不久 而且我有自己的生活 不用依靠男人 但有些女生可能會非常難過 我會多多宣導殺豬盤 給我的朋友們知道 祝福你早日回到正軌囉 他就說 那你既然知道是殺豬盤 為什麼還要跟我繼續聊呢 說實話 你是我遇到比較可愛的女孩子 哎呦 我都沒想到他會再回我耶 還想要知道 為什麼我要繼續跟他聊 那我就跟他說 我說 看你會不會回歸正途 不過你為什麼要做這個 傷害別人 你心裡會比較好過嗎 他也很實在回我說 沒錢啊 欸 我還很認真耶 我就說 賺錢方法有很多 不用這種方法 有一本書叫做 窮爸爸富爸爸 能改變一生的一本書 對了 你們做這個 關於家事內容 應該都半真半假吧 因為我是認真在好奇 我想說 他們做這個 那難道他們要提早編好 是這麼完整的一套故事嗎 他們都是 可以很快的回你耶 他就說 謝謝你給我推薦這本書 然後 除了照片以外 其他的都算是真的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嗯 除了照片以外都是真的 但是 工作應該是假的吧 因為他是說 他是一個室內設計公司的小老闆 然後他就說 工作是真的 我們有正經的工作好嗎 然後我說 那開小公司 如果是真的 為什麼還要用這種方法賺錢 這時候他講這句我真的是 嘖 他說因為女人好騙啊 然後我就說 正經工作繼續好好做就行了啦 他就說 哎 社會太現實了 沒錢怎麼找女朋友 但你們不覺得很矛盾嗎 他如果很認真的就這樣跟一個女生聊 除了 要騙錢以外 其他都很真神啊 但在他眼裡好像是 只要你沒錢你就叫不到女朋友 但反正這個人因為他的這個想法 就錯過了很多好女生了 後面我就問說 所以你們年紀什麼也是真的嗎 他說肯定不是啦 都七老八十了 談吐什麼都很ok的這樣的人 怎麼可能 二十幾歲三十出頭 我就說我就知道 那好啦 那這本書你真的可以看一下 他就說 有空看書就不用幹這個了 我怎麼想都沒有辦法理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不幹這個 你就有空看書了不是嗎 然後我最後就說 希望你能回歸正途了 我也懶得多說 想改別人生想賺錢 別靠這個了 你家裡的事情感情是 如果是真的 我可以理解 為什麼你會覺得賺錢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樣賺錢比較快 但這樣不對 別傷害別人了 總而言之 我不覺得你是個壞人 我覺得你是用錯方法而已 然後加油吧 希望你可以趕快當一個堂堂正正的男子 然後祝福你 然後他最後也說了一句謝謝 就我覺得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經歷 經歷完這一次的 我就覺得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EQ還算高 我可以蠻快的就是切換投入的程度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都是 尤其是小女生 像我以前也沒辦法 真的就會因為 那一個禮拜你就整個把心都投入進去 但我要告訴你們 我們一定要做一個 在你還沒有看到這個人 實際上行動投入 我自己都不會投入太多 這個人如果給我60 我就給他40 這個人給我80 我就給他60 但如果一旦感受到這個人 正在給我他的120 那我就會給他我的200 就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 各位單身的男生女生 在用驕傲軟體的 至於你聊天對象有沒有符合那四個點 千千萬萬不要被騙感情了 還被騙錢 希望這支影片有幫你們解開一些疑惑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別忘記要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們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說 你們之後還想要看什麼樣子的影片 或者是想要聽我分享哪一些故事 然後如果你們自身有遇到殺豬盤的經驗 我很想要聽聽看 看你們有沒有符合這幾個點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大家掰掰 再來我會告訴你們四個點 八個點 四個點 OK那我們現在先來講一下 欸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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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